这个眼睛小到只有一条缝的男孩 是未来的日本天皇 他一出生就给日本带来了上亿日人的经济效益 他是日本第一神童 六岁文笔堪比四大才子 八岁发明科学仪器 却因各种丑闻被质疑智力有问题 他考试找代考获奖文章靠抄袭 就连加减成除都算不利索 甚至连自家亲爹都能认错 还曾因太蠢被日本人民嫌弃刺杀 今天就来聊聊 这位日本皇室的救命稻草 邱小公幽人亲王 作为日本皇室唯一的男丁幽人 可谓是备受关注 他出生时日本举国欢庆 沿途还有一万八千人家导欢迎 为此警示厅还专门派了一千两百名警察 来维护秩序 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家唯一的男丁 日本皇室还给他立了个学霸人设 说他是日本第一神童 据他们说幽人 小学的时候 作文就已经比很多成年人写得好了 文学素养可以和四大才子媲美 还说他有一次玩着玩具 就自己发明了一个三米高 类似红绿灯的东西 此消息一出 幽人直接成为了日本国明星中的完美继承人 可惜没过多久 幽人这个神童的人设 就被他自己搞砸了 甚至还被人质疑 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幽人的同学爆料 幽人在学校里的考试 都是找人代考的 就连所谓的发明 也全都是找人帮忙完成的 他甚至连所需的材料都不认识 在一次文化庆典上 为了展示幽然的神童属性 就给他安排了一场 数学计算题竞争赛 结果却被狠狠打脸 因为幽人连最简单的加减乘处都不会 据说就连一加一这样的题都做错了 更离谱的是 幽人竟然连认人的能力都没有 甚至能把自家老爹认错 2014年的一场公开活动中 八岁的幽人指着德人天皇的照片 就大喊了生爸爸 为了不让场面太尴尬 工作人员还提示幽人 要不要仔细看看再做决定 可幽人却坚定地指着德人的照片较跌 咱就是说德人和文人兄弟俩的长相 还是相差很大的 除此之外 为了给幽人塑造一个爱国爱民的形象 日本皇室还多次表示 幽人最喜欢的就是消防车 因为他觉得 这代表了能救人民于水火的英雄 没成想 一次幽人去一家博物馆参观消防车 幽人全程就没看过消防车 反倒是一直盯着人 美女解说员看 幽人的种种表现太让人失望 他不仅被日本国民狂喷脑子有问题 甚至还有些极端分子 对他进行了死亡威胁 2019年4月 一个56岁的男人 伪装成修管道的工人 前进了幽人所在的学校 准备前去刺杀 好在当时幽人正在户外上体育课 这才逃过一劫 等到幽人上完课和同学回到教室时 就看到那个男人放在幽人桌上 一座恐吓的两把刀 这是一出可把皇室给吓坏了 好在后来通过监控 警方抓到了这个男人 据说在问为什么要恐吓幽人时 这个男人说 杀害一位脑子不太灵工的天皇继承人 不应该是一件好事吗 这样的人不适合当天皇 可惜事与愿违 在这个男人被抓的第二年的11月 德仁天皇就办了个册封仪式 把幽人封为第二继承人 自从双刀案发生后 为了保护好皇室这唯一的毒苗 日本皇室和日本政府 可谓是操碎了心 不仅制定了不允许其他同学 走进幽人亲王身边 一米内的荒唐规定 日本政府还专门让警局全面布防 让幽人在学校期间和上下学的路上 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除了安全问题外 日本皇室最头疼的便是幽人的亲民 优秀的人设问题 为了作秀 日本皇室还对外说 幽人亲王上高中后就不会再搞特殊 每天会自己乘坐地铁 步行前往学校 这样一来 从皇宫到地铁站再到学校的途中 又得花大量的警力来保证亲王的安全 好家伙 这劳民伤财的架势还不如派车接送呢 最关键的是 幽人自己一点都不配合皇室的宣传 自从被封为第二继承人后 他稍有不顺心就会对着同学发脾气 脏话更是张嘴就来 一些媒体报道 幽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甚至两个姐姐都是想骂就骂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皇室为何非要让这样 一个品学堪忧的人成为继承人 又为何非要给他立个神童的人设 其实 这主要是因为自从文人亲王出生后 日本皇室就一直没有男性出生 便一直传出 是不是可以让女子来继承皇位的舆论 让那些大权在握的老顽固们非常不满意 在他们眼中 天皇怎么能是女性 就在整个日本皇室岌岌可危的时候 继子妃终于冒着40岁高龄的风险 生下了幽人 据说继子妃怀孕期间 还出现了严重的妊娠并发症 在七个月的时候 就通过剖妇产的方式 把幽人生了下来 幽人的出生 一下就解决了日本皇室 没有男性继承人的问题 甚至还给日本 带来了1500亿日元的经济效益 好不容易把儿子生出来了 继子妃和文人自然准备经营一番 好好吹捧一下自家儿子 结果一下没收住手 直接把幽人说成了日本第一神童 可惜幽人自己不争气 今年还由于升学考试 被人扒出作文抄袭 将整个王室都推进了舆论的漩涡 去年三月 幽人参加了第十二届儿童非小说类文学奖 中学组比赛 获得第二名 文章中的大部分文字 于2012年出版的世界遗产小丽园 几乎一致 看着网友列举出来的调色盘 日本皇室都没法否认 只能赶紧发布声明称 幽人亲王的作文没有抄袭 只是借鉴了一些参考资料 忘记备注参考文献了而已 抄袭的事过了没多久又被爆 幽人上的高中 是通过合作学校升学制进入学校的 简单来说就是不用鄙视 面试通过就可以了 好家伙 这不就是妥妥的靠皇室特权进学校吗 毕竟谁敢说亲王的面试不通过呀 这一次次的黑料被爆 让幽人在日本的支持率越来越低 甚至支持爱子公主继任皇位的声音 也越来越多 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调查结果 76的日本国民都支持现年20岁 举止得体大方的爱子公主 将来继承天皇之位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天皇 而幽人的支持率仅仅只有10% 至于最后皇位归属于谁 我们现在也无法得知 而幽人若想赢回口碑 只能从自身下功夫好好提升自己 为将来的皇位储备能量 我是刚哥 关注我 带你看不一样的世界